媽媽就敲過啊 我有嗎 你那個第一段不就是嗎 哪一段啊 你壞壞 你很多 你很多 那段你們知道嗎 你們三姐妹有聊過 你沒問過她啊 沒問問大姐啊 你也有啊 你怎麼講 大姐 她說我了 她說的 她說的 你說的那個 王仙 王仙是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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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大概講 她有大概講 當年當紅的育女明星 我靠 自己跟王仙是講 幫人家照顧小孩 真正是在 愛對啊 對啊 可能媽媽都經歷過這些 所以她對小孩子 不是 她對小孩子都覺得 你就去教吧 可是可以不可以 到時候你們自己試了 可能就知道 那千玉呢 千玉是哪一段 千玉啊 千玉就 千玉 就是現在這一段 這麼一兩段而已好不好 其實我覺得 其實就讓自己過得開心啊 就讓自己過得開心 然後過你自己想要過的生活這樣子 那現在嬌欣到底在哪裡啊 怎麼說 在她該在的地方 我都以為她在大陸拍戲 就是說不是 她是在台灣 對 她在嘉義啊 媽媽那邊啊 對 媽媽在嘉義 我覺得這就是真的是 隨著年齡 你的思想的程度 以前會啦 以前可能會 以前可能真的會 到了現在你就想說是 那個什麼 業障有沒有 欠債是不是 業障還完的時候 真的是 孩子回來反映說 爸爸認識的新阿姨怎麼樣 很好啊 很漂亮啊 爸爸會說 會跟孩子講說 爸爸他結婚了可以嗎 有 他們有先詢問過孩子 是喔 對 然後余冠華 他也傳訊息先跟我 就是先跟我講 他怎麼 這個訊息怎麼講 他要再度的結婚 他這個女孩子很不錯 然後希望可以再度的結婚 我說這樣很好啊 都是很正面的 他們都會 其實他們都蠻尊重 都會尊重我的 我的想法跟我的做法這樣子 其實 那妳想法跟做法是什麼 其實就讓自己過得開心啊 就讓自己過得開心 然後過你自己想要過的生活這樣子 那現在嬌先生到底在哪裡啊 怎麼說 在他該在的地方 我都以為他在大陸拍戲 就是說不是 他是在台灣 對 他在嘉義啊 媽媽那邊啊 喔 對 媽媽在嘉義 都在嘉義裡面 對 媽媽在嘉義 你們要關心他 我覺得他比較麻煩 他要多陪他唱歌 我一點都不麻煩 其實 其實我一點都不麻煩 他會往裡面一直急著塞的人 其實不會 我覺得這就是真的是隨著年齡 你的思想的程度 以前會啦 以前可能會 以前可能真的會 到了現在你就想說是 那個什麼 業障有沒有 欠債 業障還完的時候 真的是 阿彌陀佛 原本該到就這樣 真的你腳痠啦 我來講 這正你兩個一直說 你就是那個 裴文玲走過什麼婚便 陪他去唱歌 人家正在唱 上一個不會家的人 然後你只要在旁邊這樣 不會 他年輕的時候有 我年輕的時候 我年輕的時候會 我年輕的時候會 好哭的 我年輕的時候 好啦 我自己承認 我年輕的時候真的會 現在這個真的都不會 你真的是如果一轉念 你真的就會 人就會想得很開這樣子 真的就會想得很開 就是反正業障該還的時候 還完了就自然而然 拜拜這樣子 是 那你會不會勸 你們姐姐文玲 在發展一段新戀情 如果你自己一個人過得很開心 幹嘛還找一個人來壓給啊 真的 有時候找另外一個那種 是很壓給 菩薩了 是喔 因為這個師父帶領我 做很多很多事情 學很多話 學捏陶 去做一些幫人家祝念 什麼什麼這些 你還會去祝念 你有去幫人家祝念 有 而且是不認識的 因為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我們在 有時候參加道別式 忽然來一群祝念團的時候 你看 哎唷 芳文玲 在中間 對 因為就是我感受到 就是弟弟那時候 做每個期都做 然後還有就走的那時候 你不認識的師兄師姐 他們也來幫你做這樣的事情 你就好感動 然後你既然有這份感動 你就會想說要去付出 那能做的我們就去做 文玲時代是不簡單的 說你雖然離婚了 但是跟前夫 余冠華他們家還是保持很良好的關係 一直都保持很好的關係 因為我覺得 他當然就是犯了 男人幾乎都會犯的錯 但是至少他對孩子對家是有責任的 也很孝順媽媽 那我覺得不應該 你就他對媽媽那邊也很孝順 對 對 對你們這邊的照顧也都是 對 也都是有責任感的 那所以我覺得不應該切斷 就是因為大人的事情切斷 孩子需要父親 畢竟我是媽媽 我真的沒有辦法代替 爸爸的那種異性跟他們相處 然後有多一個奶奶疼 多一個姑姑疼 這多好啊 那妳現在會有什麼事情會說 這我不知道 妳要不要去問妳爸 或者什麼知道 還好 看有時候 他們孩子跟爸爸會生疏嗎 不會 不會 都還是會常常聯絡 也常 他們兩個也常常就是 比如暑假或放假的時候 就上去幫他爸爸餐廳的忙 在霧蘭 對 我也上去那邊吃過他們的東西 超好吃 所以他開一個餐廳 很久很久了 魚烤魚 在烏來 對 那是他自己經營嗎 還是他們 對 他自己經營的 他也自彈自唱 對 就是他自己在廚房忙完之後 他就會來 在那邊自彈自唱給來的客人聽這樣子 一貫華好多年不見 現在還是很帥嗎 還是很帥嗎 就是那個樣子吧 然後說 他 魚烤華再婚的時候 妳也去了 我送小孩子去 幫他們打扮好 然後因為 小孩子的禮服就是那個阿姨 陪他們去買的 然後在家梳妝打扮好 然後就開車送他們去那個飯店 我就走了這樣子 那孩子去現場會不會怪怪 我是覺得我到現場怪怪的 所以我就 我覺得不太方便 對 那孩子去呢 爸爸跟阿姨結婚 OK啊 因為之前他們就都相處過了 所以孩子跟阿姨是認識的 認識了 對 沒有錯 那孩子回來反映說 爸爸認識的新阿姨怎麼樣 很好 很漂亮 爸爸會說 會跟孩子講說 爸爸他結婚了 黑媽這種 有 他們有先詢問過孩子 是喔 對 然後 余冠華他也傳訊息先跟我 就是先跟我講 他怎麼 這個訊息怎麼講 他要再度的結婚 他那個女孩子很不錯 然後希望我可以再度的結婚 我說這樣很好啊 都是很正面的 妳私底下跟那個 這個阿姨也是有聯繫的 有啊 有啊 有時候比如說小孩上去 或者是就是我們都會聯繫啦 有時候會講一些事情 然後因為有些人他再婚之後 以前我怎麼樣都不會踏進他的餐廳 為什麼 我不希望讓看到的人有會誤會說 你們有什麼可能啊什麼 就不希望有這些話題啦 不然很煩啦 對… 然後他結婚了之後 我就親自把他踏進去餐廳 然後吃他煮的東西這樣子 那他的新的太太也在嗎 也在啊 也在啊 那你們真的相處得很好 很好 我覺得必須要這樣子的 因為… 因為你這樣子 孩子看到你開心 大家都會很開心 問題是孩子看到爸爸結婚 會不會回頭說 媽媽那你什麼時候 不會啦 我覺得文林… 文林姐他教育孩子真的是 我覺得非常的正面 而且觀念非常的正確 怎麼講 就是他跟爸爸 這個是他跟爸爸的事情 他絕對不會去叫孩子說 你一定… 你爸爸不對幹嘛 有的人是會這樣子的 就是自己的恨 然後就講給小孩聽 然後就會恨 你老爸是無良心的 這麼說 有的人真的是會這樣子 但我覺得文林姐這一點 教育小孩真的是很正面 再怎麼樣那是大人的事 大人不合是不合 你怎麼跟孩子講 當要離婚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離婚對孩子來講 真的是傷害 那時候他大概三四年級吧 還是快五年級 真的會影響他到學校 然後人家就會看新聞 然後可能就會跟他講 他爸爸… 所以他會… 小孩子口沒遮擾 又講得抓招 家裡的教育還是要教育 那學校裡面那些同學 真的沒有辦法去管到人家 是 畢竟是小孩子 對 畢竟是小孩子 是 說謙怡你覺得文林 教導兩個女兒的觀念很開放 他現在跟女兒講說 沒關係你們有你們自己的生活 但是你們要學會保護自己 盡量出去外面 交男朋友沒關係 多交幾個 不要只交一個 不要只交一個 太無聊了 太無聊了 聽見沒有 太無聊了 不要只交一個 當然能夠第一次就碰到好的 那是不太可能 這個社會是不太可能 所以你是鼓勵他們交男朋友 就是多交朋友啦 但是要保護好自己 不要讓自己懷孕 對 除非你們真的想生孩子 要去過這樣的生活 對 那你就去過 對 那他們如果挑的對象 是你覺得 你覺得 不OK 不OK的話 你會阻止嗎 我會看在眼底 但我也不會去阻止 因為我知道 我自己知道你 你阻止他不要去交往 反而會促使他更 更想要去 對 然後跟你有距離 什麼事都不會跟你講 他們已經有帶男朋友 給你看過了嗎 有啊 有啊 嗯 其實沒有這種型啦 這種的可以嗎 這種的可以嗎 他還沒有碰過 不行 剛碰到的時候 就跟我再跟你說 我會跟他講 難斗窮 會變成好朋友 是因為千玉陪你 走過婚後的低潮 剛好我們在拍那個戲的時候 就是婚姻的狀況 然後他跟高宇正 我們就 剛好我也在工作 然後 可能有空檔的時間 他們也都盡量的陪著我 可能有時候去唱歌啦 去吃東西啦 什麼什麼的 你婚後有很低潮嗎 就是總是覺得對孩子是一種抱歉 對 對孩子的抱歉 總是會心疼孩子啦 可是文玲是一個 怎麼樣也不會影響工作的 不會不會 其實我很快就很樂觀的一個人 所以你們那時候同劇組 是不是都是看新聞 今天怎麼會這樣 你又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們關心他 那時候 剛好我記得我們還是在外景的時候 我們在外景的時候 他可能是有記者還是 就是要看出的前一天記者會來找你 那我也不知道記者來找我 對 因為我們在外景 然後他就過去 然後我們還是在拍 拍一拍 他那時候在跟我們拍的時候 是一個臉這樣子 這個又是喜劇片啊 對 也是喜劇片 開開心心 可是他再回來的時候 就感覺他那個心情不太一樣 但 就有一朵烏雲跟他一起過來 好像對 烏雲告頂這樣子 可是我的個性 我不曉得是因為處女主 還是什麼 我不曉得 我的個性是 我知道你有事 但我也不會說 怎麼樣啊 到底什麼事啊 怎麼樣 不會 我知道你有事 但我就是默默的 默關心 我是默默的關心 我不會說 文姊你要有什麼事 你要告訴我或幹嘛 那我不會 那我跟高宇甄兩個都是 默默的就是陪伴他 你想講 你講給我們聽 如果你不想講 我們可以陪在你身邊 都沒有關係 你想做什麼都OK 說謙語說 方文靈私底下 跟你們認識的 氣質女心有反差 他外表就是那種嫌妻良母 然後非常的 我還是嫌妻良母 聽我說嘛 你緊張什麼呢 他外表就是嫌妻良母 然後非常的溫順 像我的外表就是 不孝 你不要來惹我 你可能惹我的話 就是有靈有角 很有分寸這樣子 對 但是就是個傻妹 那他就是 呃 其實他私底下就 很真啦 就像獨文根講的 他很真 文靈看起來 文靈看起來 就是很溫柔 但他還是很溫柔 但是他 本性很溜 所以我剛剛就講 那講一講他如果不喜歡 我 咳嗽啦 那我一關事情 就第一次 第一次我一聽到 這是我們家 家族裡面的口頭禪 口頭禪的樣子 就覺得 喔 好親切喔 你知道嗎 就覺得 好親切 我有時候我就說 欸 文靈姐 你很久沒有講你的口頭禪 他一講出來 你就覺得 就只有他講非常好聽這樣 講一下吧 不行 講一下 就真的只有他講 就覺得 就很溫柔 你腳蹭啦 所以你為什麼會 叫他叫文靈老媽子啊 我們三姐妹 老大 老三是告宇甄 宇甄 最早一次 之前我們有一次去 北投泡溫泉 但是我們是自己 在一個房間裡面泡溫泉 你們三個女生 我們就是常常 有時候臨時起 就走 我們去吃宵夜 對 走 走 我們去泡溫泉 你們三個人 我們就三個到北投 就那飯店的房間 飯店房間裡面 不是都有那種浴池嗎 就可以放那個 不是個人一人一間 不是 是浴池 我們就進去飯店裡面 對 我們進去飯店裡面 你們姐妹有好到坦誠相見嗎 是啊 OK OK 都OK OK 然後我們就買零食 我跟高雄甄 就坐在外面的那個沙發上面 就開始吃零食 然後她說你要泡澡 好 那就水放下去 就是那個溫泉水 你就看到一個老媽子在那邊 在刷浴池 刷浴池這樣子 然後我們兩個就在那邊吃東西 溫泉姐你在幹嘛 我在刷浴池啊 在我們不曉得乾不乾淨 要刷一刷才會乾淨啊 喔 那我們兩個又默默地坐回去 也不會說幫她這樣 那去泰國的時候 我們在民宿 她也是 因為民宿 我們租的那個大樓 大樓裡面 那其實我們住十天 她大概五天就有一次 有人來幫你清清潔 她說不要啦 因為我們東西都這樣放 人家來 也不曉得方不方便這樣子 那地上有灰怎麼辦 我們自己擦一擦就好啦 喔 好 隔一天 週末的時候 你就看到一個像飛翁 她又曬得很黑 然後也曬得很黑 曬得整個都是這樣黑的 因為泰國你就要穿背心 要不然很熱 你就看到一個老媽子這樣 跪在地上這樣 我就這樣子 我就翹腿坐在那個沙發上面 我就幫她拍照給她這樣 我說你真的是老媽子欸 然後我說我幫你 就愛乾淨嗎 我也愛乾淨 我說我幫你 對 你處理座的啊 我也愛乾淨 我說我幫你弄 她說你不要動 我已經擦好了 你再走來走去 然後把我擦的都弄髒了 我就好 不要動 我也是乖乖提花 而且一定是你一直會掉頭髮 沒有 長頭髮很會掉頭髮 掉地上很明顯 對 沒錯 可是我掉頭髮 在浴室裡面掉頭髮 吹頭髮 吹完之後 不管在哪個飯店也一樣 我一定都會把它擦乾淨 對 我也是 要不然公眾人物 帶人家這樣打掃的 哎呦 那個林千宇跟芳文明 對啊 你們看起來漂亮 漂亮的房間喔 好大撒撒的 我們真的愛乾淨 真的